創科發展 除了促進經濟增長 和創造就業機會 還推動再工業化 和提升製造業的競爭力 亦都經過創科 我們會在不同的領域 創造一些新的經濟 我們的工業可以再工業化 亦都經過創科 我覺得工業是沒有離開過香港 香港的工業 亦都不是我們所說的飾味 只不過在現階段 在這個時間的巨靈下 是不斷演變 是不是我們要原原本本 整件事由以前香港去國內 國內如何將它再優化先進 跌回香港 就不一定是這樣做的 反而就是說 香港究竟我們的價值在哪裡 我們做一些高價值 不只是香港將整條產業鏈放在那裡 我們要看在大灣區 以至到看在一帶一路 其他市場的發展 去將整個產業鏈擴大 我們再次其實是再次輝煌 就不是走回頭的意思 在上一段時間 香港對工業發展 那種擺放在土地的供應 是有些不足的 我覺得在北部都會區 整個土地計劃裡面 對工業發展是非常之有利的 究竟是不是特別少人入行呢 我會覺得是偏向少的 主要原因 就是大家對工業的發展 暫時在這一刻 都有一些不太清晰的區 所以我們希望做到的就是 政府有這樣的政策要出來 我們商界、工業界 是需要提供到一些職位 一些委託 給到一些學生去感受到 現在工業究竟是些什麼現狀 也都要靠現在的院校 要接入多一些應用學科 Degree 令學生覺得自己 讀完之後要有出路 這個是互相影響著的 這三個國家就是包括新加坡 以色列和瑞士 工業佔他們的GDP的比重 都是超過10% 這些都是有香港的經濟發展的程度 有他們面對的生產的困難 包括地小、人多和人工貴 但是他們都是透過技術 和有效的市場調整 和自己的研發 可以推動到一個高端和高增淨的工業發展 我們都可以的 其實發展任何產業都需要三個東西 錢、地和人 推進香港的經濟轉型 就是要多方面要落重注 因為現在整個產業鏈 不能夠推進另一個發展 是因為那些問題是環環相扣的 搞了一個環 不搞另一個環也沒有用 搞了人才還是沒有地 搞了地的人也沒有到 所以全部都是一起進來的 沒什麼都可以的 有一點 是 有關 不給別人的人